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巴比松画派 好 前面呢 其实我们讲到的 不管是新古典主义 以及包括浪漫主义 我们会看到里面 有很多画家涉足政治 包括和革命事件 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画作 好 但是呢 到了巴比松画派 我们看一下 巴比松画派呢 最主要是像科罗 卢梭 特洛阳等等 这样的一些画家 因为这些画家呢 他们当时呢 其实他们有亲眼 看到像达维特 这样的一个政治的 潮流的画师 然后最后呢 他落到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下场 所以这时候 他们也在思考 画家和政治的关系 然后呢 加上呢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 那么巴黎呢 虽然是艺术的中心 可是我们知道 巴黎也是革命的中心 所以说 大家都处在一个 动荡不安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 然后这些画家呢 他们是内心 非常的追求和平 然后他们不想参与战争 他们希望在一个平和安定的状态下 能够生活 能够让他们去画美丽的风景 就很好了 所以这样呢 这些画家呢 就为了躲避法国大革命的这样一个波动 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巴黎 然后跑到巴黎近郊 一个叫做巴比松村的地方 然后就到这个地方住下来 然后他们住在这里呢 就和政治 似乎可以远离一点 然后他们就对着自然写生 他们强调的是对近写生 面对自然 所以他们呢 就开始呢 以风景啊 包括像流洋啊 动物啊 比方特洛洋 他专门画牛和洋 然后卢梭呢 他就专门画像树 当然像树因为是笔直的 其实对他来说 是一个人的那种坚毅品质的 这样一个象征 然后科罗呢 就画了很多和非常美丽的自然风景 而且科罗呢 在当时的法国的这样一些艺术家里面呢 他其实出生比较好 是银行世家 从我们现在来说 绝对的富二代啊 好 所以说呢 他自小呢 就享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样一个物质和文化的条件 所以他 而且他为人呢 非常善良 科罗 所以他说艺术就是爱 然后当时的很多艺术家呢 实际上都或多或少的 得到过他的一些资助 所以这样呢 他一把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 这样一个修养呢 就表现在他的作品当中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他最有名的一幅作品 就是这一幅 叫做梦特方丹的回忆 然后这幅作品 风景化 从风景化的角度来说 这幅作品曾经在我们课上讲过以后 也是人见人爱 基本上也是一幅零差评的作品 就这样的自然风景 可以说没有人不喜欢 而且呢 他表现了一个非常迷离 甚至带有一点雾气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自然风光 然后呢 母亲呢 带着孩子 然后到郊外 可能玩一玩啊 栽一栽果子呀 剪剪树叶呀 然后可能午餐啊 野炊呀等等 所以这样的情景呢 会显得非常有家庭氛围 而且呢 非常非常有爱的感觉 然后这里呢 我找到一首诗 然后这首诗我非常喜欢 我想读给大家听一下 好 然后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梦特方丹的回忆 这首诗 然后第一句我就特别喜欢 他说爱是一幅画 沉默的表达 他说金黄的年华散落树下 我是秋的孩子离开枝丫 追寻你的童话 指风车吹跑了野花 夕阳下那头金发 我全部的牵挂 稻草堆旁的小西雨玩耍 是回忆里一片霞光 我用画布轻轻挥洒 映像拍的水彩 你的脸霞 我的爱在梦特方丹融化 像你给的白糖 沿咖啡杯滑下 如果最后的牵手 不能如约到达 我愿意在塞纳河畔 等你空下 我的爱在梦特方丹融化 想你的阳伞 透明了那个圣下 如果草地上的口琴 是你的回答 我想要在金色田园 为你吹它 湖面薄雾飘荡给融洽 回忆的印象被光影诗化 我吹散蒲公音 把爱剥洒 变作孩童 为你发芽 没有语言的童话 爱是一幅画 沉默的表达 好 听一下 爱是一幅画 沉默的表达 可能我们会看到的 每一幅作品 它都只是在沉默的表达 可是沉默不代表没有 它其实表达出了 很多很多的意境和情感 好 我们看看 这是画面的放大的细节 非常温暖的母亲带着孩子 这样一个玩耍的场景 好 这是这一幅作品 基本上是人见人爱的 我们在课堂上 大家都非常非常喜爱的作品 当然从这幅画的人见人爱 其实体会出 或者说 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里 对一种温馨和谐 有爱的这样一个氛围的 这样的一种追求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下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 米勒这个画家 刚才的巴比松画派 我们就以科罗这个画家为主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下面米勒这个画家 其实很特别 因为米勒 其实在巴比松村住了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甚至有人说 他在巴比松村住的比其他画家时间都长 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巴比松画派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米勒放在巴比松画派 我们是把米勒单独拿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看到了米勒的作品 你会发现米勒很特别 米勒很特别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米勒呢 他也为了躲避政治 为了躲避革命 他就跑到巴比松村 结果呢 他无意中画的一些画 拿到巴里展出的时候 人们都会把它和政治联系 最后搞得米勒是很委屈 然后觉得有苦说不出 所以大家就看到 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解读 可能有时候真的不是画家的本意 但是呢 他在历史上 他就是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好 好我们看啊 米勒呢 我们曾经被 很多人被誉为啊 把他叫做歌唱里土上的英雄 为什么 因为米勒呢 他生活在巴比松村 这个农村 然后他在这里呢 他就画了很多是农村题材的 这样一些自然风景 以及人物 好下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作品 好 这幅作品叫做晚钟 然后呢也叫做晚岛 也就是晚上的祈祷 还有两个名字 好然后这幅作品呢 米勒我们看到啊 他画了两个很贫穷的人 你从他的衣着 以及包括他站在这样一个 很空旷的这样的一个 田地上的这样一个情景 然后包括他们仅有的一些 这个小推车呀 然后这个收获的这个篮子里面 一点点土豆啊等等 你就会看到他们其实 过得非常贫困的生活 好 然后米勒呢 就画下了他们的生活状态 而其实这呢 和米勒当时自己的生活状态呢 也很像 因为米勒最早学画的时候呢 也去到巴黎 结果呢他就发现 他的性格很木纳 他没有办法就是有很 很这个广泛的这样的 广泛的这样一个 人际交往能力 然后呢他当时呢也画了一些 当时人们所喜欢的一些 什么人体画作啊 女性人体画作 可是他画的那些画呢 总是被人嘲笑 而且呢他又不善言辞 所以如果他觉得巴黎 不是他待的位置 加上革命的动荡 所以最后呢他就回到了他 很喜欢生活的这样一个 朴实的这样一个农村 然后他就专门去描绘 这样的一些农民 而且米勒自己呢 其实过得也很艰苦 而且呢因为他在 巴比松村的时候呢 他生了八个孩子 所以为了养活这八个孩子 他就已经就让他的生活 就是很艰苦 所以后来人们发现呢 就他的画幅尺寸 其实很小 而且他有的画幅的那个 就是对他因为油画颜料 是有覆盖力的 所以后来发现 他一幅画里面 其实下面还有一幅画 他甚至就是连 买画布的钱可能都没有 最后就覆盖着 然后又画了 在一幅画的表面 又画了另一幅画 所以说他自己 其实过得也很贫穷 所以他基本上他描绘的呢 就是他自己 以及他所见到的 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但是呢我们会看到 米勒呢在这里啊 因为他叫晚中 是为什么 到了傍晚的时候 然后远处的教堂 我们看一下啊 远处的教堂的终身 想起 好终身想起呢 因为他们是信仰基督教 他非常虔诚 然后终身一想起 他就马上停下所编的火 然后就开始祷告 开始祈祷 所以尽管他们很贫穷 但是他们没有丢失 心中的信仰 然后这是这幅画 和传递给人们的 一个很坚定的 就是我再穷 再苦再累 可是我的心中 是有力量 在支持我前进的 好 可能对米勒 自己来说也是这样 因为米勒呢 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教图 好 这是画面的放大 好 下面我们看 这一幅也很有意思 这幅画呢 被叫做十岁 也叫做十脉岁的妇女 好 这幅画呢 画了 其实米勒只是很单纯的 就想表达 他住在巴比松村的时候 他看到的情景 他经常会看到农夫们 在捡食卖穗 也就是不浪费粮食 落在地上的卖穗 还是要把它捡起来 然后还是要把它用掉 就是不浪费 好 但是米勒在画的这幅画 把它拿到巴黎 展出的时候 结果发生了什么 然后大家就会说 米勒在用象征的方式 说这三个 捡食卖穗的农夫 就好像是革命者往前迈进的步伐 然后就被理解成了这样 然后呢 它的远处 其实我们看到的 也就是什么 有草舵呀 然后地平线呀等等 可是呢 人们却说 这三个突出在阴霾的天空前 前的十岁者后面 有民众暴动的刀枪 和1793年的断头台 所以其实是一个 就是这个画作被过度解读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当时的 这个法国大革命期间呢 包括这个1793年的断头台 那时候确实发生了 很混乱的那种状态 比方说在当时啊 大概是有在一天 最多的时候啊 就很多人都被拉去砍头 也就是你不管你是暴动者 或者说是革命者 或者说是保皇派 也就是你一言不合 你就有可能被骗拿去杀头了 然后据说那个混乱到什么程度 有统计说一天之类啊 最多的时候 有时候一天会杀2000人 有2000人被砍头 所以他去看一下 为什么人们对断头台 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 就是如此 所以这个画放到当代 我们当然很难理解 所以但是我们去看一下 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状 就是这样的 好 后来呢 有一些艺术评论家呢 他们也在为米勒呢 鸣不平 因为米勒其实就是老老实作画 他真的是一个很木纳 很不善言识 然后也很不解释自己画作的 这样一个人 可是他的画作呢 到了巴黎 就会引起很大的波动 然后这里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艺术辩护人 然后他描述米勒 他说现代艺术家相信一个 在光天化日下的乞丐 的确比坐在宝座上的国王还要美 当然这里我们会看到 因为人的这样一个人民 和这个当时上流贵族的 这样一个贫富悬殊的巨大 所以说自然这种反差 就会让人们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比较 好 他说当远处主人满载麦子的大车 在重压下身影时 我看到三个弯腰的农妇 正在收获过的田里 捡食落碎 这比见到一个圣者殉难 还要痛苦地抓住我的心灵 好 我们看到 他说这样的一个这些画作 它会成为激昂的政治演说 或者社会论文 更像是一个艺术品 非常的美而单纯 独立于议论之外 所以这样米勒的作品 实际上是达到了一个 在他自己都没有办法 达到的这样一个状态和高度 在米勒的作品里 好 然后米勒在我们过去 在课堂上讲过以后 很多同学说 看完米勒的话 我想加了 当然这句话 其实是我在网上 我找到的一篇 对于米勒描述的文章的标题 但是其实在我们同学 过去我们讲到米勒的时候 很多同学在论文当中 也表达了这样的主题 因为米勒是一个生活在农村 并且就以农村为题材的这样一个 所以有人说他是农民画家 然后过去我们同学里面 有很多同学 小时候也出生在农村 然后他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 所以当他看到米勒作品的时候 比方我们看这几幅 这幅五岁 就很轻松的 很清闲的 劳作了 聊之后到中午就累了 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年轻的夫妻两个就这样 在这个田地里面就这样一躺 然后一休息 然后你就会特别放松 特别休闲 自在的感觉 好 然后我们看这一幅叫做喂食 然后母亲在喂他的几个孩子 然后孩子们都张着嘴 然后等着母亲来喂 就是很熟悉 很温馨的这种 这样的一种场景 好我们看这几幅 我们看这几幅 然后这一幅就是把尿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特别在农村 包括在城市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很多小孩子 小时候父母要给他把尿 这样的场景 然后我们看 这一幅叫做熟睡的孩子 这一幅叫做熟睡的孩子 好 然后在这些作品里呢 都是非常常见的 日常生活当中的这样的情景 好 然后我们看这一幅 这幅叫做种土豆 这幅叫种土豆 可能即使这是在法国的农村种土豆 可是我们看我们在生活在中国的农村 种土豆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呀 其实不会有太大差别对吧 好 好 我们再看几幅 然后这幅很有趣 叫做夜间捕鸟 夜间捕鸟 它其实描绘了一个很有趣的场景 就在夜晚 然后利用灯光 然后来吸引这个鸟的那个 就是鸟类的过来 然后呢 然后去捕捉鸟的这样一个 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有趣 然后很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场景 而且整个画面的表达方法 其实蛮有艺术性 而且很吸引人 而且实际上这幅 我最早我自己在看到的时候 因为米勒信仰基督教 所以大家看一下在这幅作品里面 它的这样一个灯光的突然出现 它其实有一点像那个基督里面那种圣光的出现 然后人们对它的这样一种崇敬 实际上它其实我觉得带一点人 这样的一种宗教 或者说内在精神引领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好 这一幅我们看一下 这一幅呢 叫做雏菊 好 叫做雏菊 好 雏菊这一幅呢 其实最吸引我的呢 并不是前面的这个雏菊 而是我们看一下 在后面隐藏着一个什么面孔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小孩子躲在雏菊的后面 在阴影部位 然后他就偷偷地看什么 然后你 比方你在农村 或者说你在小时候你在玩耍的过程当中 有些小孩子躲在一个什么后面偷偷去看 或者怎么样 这种情景就会特别有生活气息 好 所以说为什么有人说 他说看到米勒的作品我就想家了 好 这两幅 这三幅 这几幅呢 是我找到的米勒的素描作品 然后他的素描作品草稿里面的出现了 画得非常的好 画得非常细腻 而且他的那个表现手法呀 包括他的那个颜色 其实我们从这里看有点淡彩的感觉 对吧 有点像那个铅笔淡彩 非常舒服啊 这个感觉 好 所以看米勒的画呢 其实是很轻松的这样一些生活场景 这样的一种描绘 好 米勒之后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一位画家 这位画家叫做杜米埃 然后杜米埃 他特别有意思的是 他在艺术史上 是第一位以画漫画而组成的画家 就是因为画漫画 他居然可以登上世界一流大师的 绘画大师的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大家去看 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画家 首先呢 他画了很多讽刺当时法国政府的作品 比方我们看这一幅叫做高康大 这绝对只是当时的法国政府 因为高康大呢 来自于《巨人传》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巨人 然后这个巨人呢 大家看已经长得很肥 对吧 结果呢 他还不断地要吃 他就总是感到饥饿 然后什么人在给他吃的 大家看一下 这些骨瘦如柴的 这样的一些很贫穷的人 他们甚至把他们唯一的食物 要通过这个传输材给到他 然后给到这样一个 很贪得无厌的一个象征法国政府的 就是他不断地剥削 当时的贫困的这样的一些老百姓们 好 结果这幅画呢 因为太过于直接地讽刺法国政府 然后杜米埃当时就为此而坐牢了六个月 结果呢 杜米埃呢 后来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 因为他的作品太具讽刺意味 所以说呢 他的作品一出来 政府呢 经常就要抓他 然后抓他呢 但是因为他只是画了画嘛 他没做什么 他也没伤害谁 只是讽刺了一下法国政府 所以说呢 这个罪名呢 又不是很大 然后总是关个几天 或者几个月 他就出来了 好 然后他的画 只要一画 他就准备着 他就随时收拾行囊 随时准备着被抓进去 好 关几天他就出来 所以他最后就秦始生了一种 就是他觉得 哎呀 反正他说 我即使被抓进去 也没什么关系嘛 而且在里面呢 我还会认识了一些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就以一个很轻松的姿态 去坐牢 这样一个画家 好 我们看几幅他的作品 这一幅叫做谈话的三位法官 好 我们看看啊 既然是法官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几个人的表情 你觉得他们是会公正审判的法官吗 不像对不对 然后你就觉得 你的案子给他们审 你不知道审了什么样子了 对吧 你感觉会很不舒服 对吧 你不会信任这样的人 好 我们再看这一幅作品 好 这幅作品也是 这幅作品我们看啊 在舞台剧院里 然后去观赏这些很高大上的歌剧啊 剧目啊 等等这些人 是些什么流鬼色神啊 然后被这样一些上流社会的这些贵族们 然后被杜明儿讽刺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再来看几幅 这一幅 这幅叫做拿破仑之舟 这幅他其实是在讽刺拿破仑三世 因为他画了一个象征着 一个是象征着拿破仑的丰功伟级的老鹰 但是呢 这个老鹰我们看到像个洛唐基 对吧 然后垂头上气 低着头 然后呢 拿破仑坐着小船 结果船呢 是他的帽子 但是我们看水很浅 水很浅 它意味着就是拿破仑的政治 马上就要搁浅了 对吧 马上马上要搁浅 然后像洛唐基一样 也就是你走不远啊 你已经走不远了 你的独裁专制 你也走不远 然后其实上次拿破仑当权以后 因为拿破仑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是对他抱有幻想 觉得他可以为法国人民 再来真正的民主 但是后来发现拿破仑也很专制 也是一个大独裁者 所以后来人们又对他很失望 所以这时候人们都希望他下台 是这样的 好 杜米埃呢 就画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漫画作品 我们看到这里面还有 就全部是讽刺 就是很犀利的去讽刺当时的法国的这样一个商流社会 好 这样的作品呢 在当时很少见 而且呢 杜米埃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画了很多的石板画 所谓的石板画是什么 板画就是可以不断的复制 所以他的每一幅画作都不是唯一 他每一幅画作都可以复制很多幅以后 就大街小巷 就在那个墙头到处贴 而且杜米埃他说 我为什么不画油画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油画摆在卢浮宫里 然后成为那些少数人才能观看的 这样的一些作品 他说我这些作品不是给那些人看的 我这些作品就是给那些受苦的老百姓看的 所以说他不怎么画油画 所以他画了大量的石板画 这种讽刺画作 好 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讲了米勒 然后又讲了杜米埃 我们说米勒呢 他是真心的用他的一种善良和慈悲 在描绘他自己和农民的这样一种生活 但是米勒的作品呢 却又被人们赋予了政治意义 所以说呢 米勒呢 我们说他是要用上帝的慈爱 抚慰下等人的心 但是杜米埃 则用直接的讽刺 直接的嘲讽 所以人们说杜米埃是在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 解剖上等人的灵魂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们俩都在用不同的艺术形式 然后来表达他们对于当时的一些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慈悲 爱和同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虽然他们艺术形式不一样 可是他们最终所爱的 所维护的那个阶层 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们这样一个 作为一个很有爱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而且呢绝对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大事 好 那么关于十九世纪法国呢 我们就用了这样的三节课的时间 我们从新古典主义 从涉足政治 然后到安格尔的这样的一个唯美的代表皇家的权威的绘画权威的 这样的一个极美的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 然后第二堂课呢 我们会讲到的是浪漫主义 那么在浪漫主义歧视之下 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温馨的浪漫 我们看到是在革命的这种暴风雨之下的 然后充满了想象力 充满了幻想 然后能够鼓动人们去追求自由 追求人们内心所向往的东西的那股力量 这样的一种浪漫和激情 然后呢 我们又讲到了巴比松画派 然后巴比松画派的对景自然 然后在自然当中我们体会到的爱 然后在米勒和杜米埃 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关爱着人心 所以这样呢 就构成了整个十九世纪 我们说是一个流派分层的 然后艺术方式丰富而多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十九世纪的一个艺术的舞台 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展现给大家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